进城玉兔山下有个李家村 这村里可是出了个名人 李四爷家的大儿子李江 竟然娶了进城里的一个青楼女子 一时间 四爷家成了村里人 差于饭后的谈资 起初李江带着三娘回来时 村里便有人认出 她是最月楼的招牌 当四爷听说 儿子要娶一个妓女为妻的时候 直接就气婚了过去 想到自己的儿子一表人才 在城中最大的布庄做伙计 就算将来娶不到大户人家的小姐 起码也能找个小家碧玉吧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可是当李江拉着三娘跪在他爹身前 说出缘由后 四爷立刻上前扶起三娘 还马上让老伴儿开始张罗二人的婚事 村里人不解 四爷最重脸面 怎么还为李江大操大扮起来了呢 最不满的就是二儿子李和了 因为哥哥突然要娶一个妓女 这让与他相好的王氏很是恼火 让着自己不会嫁给他了 谁愿意跟一个妓女做肘礼 岂不是让别人觉得自己跟他一路货色 李和当下去找他爹李论 可是最终也只能灰头土脸的出来了 王氏推开李和 生气道 只要他进门 咱俩就掰了 李和又扑上来 紧紧搂着王氏 我爹也是没办法 你也知道他是个老古董 最重情义 谁知道那宋三娘竟然是表舅之女 当年表舅对我家有恩 后来他受到了三王之乱的株连 死的死逃的逃 没想到大哥竟然遇到了他唯一的女儿 王氏是知道李四爷的固执的 接着说 那给些阴两为他赎生便是 为何还要娶他进门 李和解释道 宋三娘与我哥早就有婚约 如今又情投意合 我爹自然没有理由阻拦 他可不想当个忘恩负义的人 不过 他也应承了 给你家的彩礼加倍 还把城内的那处宅子给咱们 反正以后咱们进城住 少来往便是了 王氏一听 顿时喜笑颜开 他不过是隔壁村子的农户之女 做梦都想住到城内 没想到竟然成了真 还有双倍的彩礼 但是一想到有那么个大嫂 他就觉得丢脸 所以李将成亲那日 他硬是拉着李和进城 说是自己表哥家有宴席 带他去见见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 将来进城说不定就用得上 李四爷得知后 对这个未过门的二儿媳很是不满 四奶说 也能理解 只要啃家过来就行啊 不然以老二那个德行 谁愿意跟着他呢 四爷何尝不知 两个儿子 老大勤劳上进 跟着村里二叔进城 在不装干活 很受气重 可是同样进城的老二 没待几天就跑回来了 说起早贪黑的太累 不如留在爹娘身边尽孝 是个人只要不眼瞎 就能看出他整日游手好闲 四体不勤的 找过媒婆 一听说是给二小子说亲 都摇头说弄不了 四奶也打停了这王家姑娘 是个性子泼辣不好相语的 好在家庭 不然也不会出了这件事后 为了双倍彩礼 和那套宅子答应嫁过来 但是也就这样的 才能管住老二吧 老大成亲后 继续进城做工 三五日回来一次 跟三娘很是恩爱 三娘不久就怀孕了 公婆见三娘孝顺 也从不为难她 怕她出去背村里 那些人指指点点 所以不让她跟着夏田 只在家做做饭 胃胃积压就好 一个月后 老二成亲之前 老大就跟三娘解释了 所以老二成亲阵仗比自己大 还有把城内宅子给他们的事 三娘也是同意的 可是王室进门后 一声大嫂都没叫过 对三娘简直是视而不见 公婆自然看在眼里 只得私下里安慰大儿媳 三娘也不与弟媳一般见识 想着她住在城内 平日几乎见不到 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 王室见三娘挺着肚子 见家里人不在 就冷言冷语地说 哟 刚成亲肚子就鼓起来了 这怕不是大哥的种吧 三娘不想自己已经尽量躲着她了 这王室还是来找茬 王室一直憋着一股气 没想到这宋三娘 竟然还有脸跟自己顶嘴 于是便动起了手 推嗓起来 好在公公回来得及时 才没酿成悲剧 四爷见大儿媳 捂着肚子一脸的痛苦 他立刻指着二儿媳 大声怒斥 他是你大嫂 你平日里不敬他也就算了 今日竟敢推嗓他 没看到他已经怀有身孕吗 王室立刻像炸了毛的鸡 仰着头一脸的不服气地道 我可没有做妓女的大嫂 再者说 他怀的是谁的种海两说呢 此时老二突然冲进来 一把捂住媳妇的嘴巴 连忙给大嫂道歉 拖拽着他媳妇就走了 好在公公来得及时 孩子并无大碍 公公安慰三娘 你别与他计较 今日我便让老二带他回去 王室气恼地跟老二走了 他骂骂咧咧的 说不愧是青楼出来的 迷惑男人真有本事 家里不管老的少的都向着他 可真是好本事 村里人早就知道 宋三娘悲惨的身世 多是同情 但是听王室这么说 还是有人觉得 以后四爷家的日子 甭想安生了 果然 老二两口子除了除夕 平日里不回来 倒是三娘生下 女儿欲如实 王室回来了 拿了些村里人 都看不上的点心果子 说是孝敬公婆的 四爷夫妇自是看透 老二媳妇 这是来看笑话的 爹娘 我也有孕了 大夫说看脉象是个儿子呢 他故意抬高声调 好让西屋的三娘听到 老两口对视一眼 果然就是来挤对他大嫂的 村里时代都是重男轻女的 三娘的经历本就尴尬 如今生了女儿 按理说更是没有地位 可是 他们二老感念当初表哥的恩情 有联系三娘进门后的乖巧懂事 自是把他当亲女儿一般疼 有运是好事 回去好生养着吧 他娘 你去给二媳妇拿十两银子 买些补品吃 四爷说完就去厨房了 早上还给三娘炖着鱼汤呢 老大铺子上忙 这会儿抽不出身 他们老两口 可要好好照顾三娘的月子 王氏 本想着送三娘生了个丫头骗子 自己再来天把火 说不定就能把他赶出去呢 没想到这老两口 竟然还把他当个宝贝 好在没白来 拿了十两银子就回去了 后来 义如渐渐长大 村里的阿审们都很喜欢他 只是有时候 他们也会话里行间说着什么 可惜了摊上那么一个娘之类的 又是一个中秋姐 义如已经十二岁了 他在灶下帮着娘 准备着中秋家宴的饭菜 今日二叔一家也回来 想到那一家子 义如就满脸的不高兴 这些年 也乃上了年纪 老大夫妇心疼他们 就不让他们下田了 好在老大在布庄这些年 攒了些银子 也够一家花销 只是三娘说 要给义如多多被些嫁妆 将来在婆家也不亦被欺负 所以老大隔三差五 还要去打个零工 田里的活儿几乎都落在了三娘身上 可是每到秋收后 二叔二婶便会带着有望弟弟回来 每次走的时候 都会从爷奶那拿走一半的卖粮钱 义如很生气 觉得这一家子 从来不回来孝顺爷奶 也不管田里的活 反倒是一卖秋凉 就舔着脸回来了 当两天孝子贤孙 便骗去了一半的卖粮钱 爷奶糊涂啊 每当此时 三娘都说 爷奶年纪大了 就希望儿孙能过得好 他们二老这辈子是最讲道理 活得最通透的人 怎看不透你二叔家的孝顺 是有目的的 可是 这些年你二叔无所作为 你爹好不容易给找个活计 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你二婶爷总骂他没出息 嚷嚷着要和离 有望还小 这个家不能散了啊 所以他们贴补歇 也是正常 以往欲如见了二叔二婶 也会恭敬地打一声招呼 毕竟爹娘让他要尊敬长辈 可如今他长大了 越来越看不惯这三口子的德行 所以这次见二婶进门 他看了一眼就转身出去了 王氏顿时火气就上来了 小丫头骗子竟然目无尊长 他立马追出去 一把拽住一炉的胳膊 怎么你娘没教会你 见到长辈该有的礼节吗 也是你娘是个什么货色 她自然是不懂的 你说什么 我不允许你说我娘 欲如狠狠甩开王氏的手 你还不知道呢吧 没人告诉你 你娘在嫁给你爹之前 是在青楼伺候男人的吗 也是这么不光彩的事 当然要瞒着你了 你胡说 欲如自然知道青楼里伺候男人 是什么意思 他哭着跑回去问他娘 二婶说的是不是真的 三娘没想到这一天终究是来了 他从没想过要隐瞒自己的过去 而且也不是他想瞒就瞒得住的 于是 他开始讲起了自己过去那段悲惨的经历 欲如是个懂事的孩子 虽然理解不了那么多 但是想到娘亲受过的那些苦 他就心疼不已 三娘说 女儿啊 你二婶这个人心思歹毒 你莫要跟他硬碰硬 如今你爷奶奶年纪大了 只盼着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你阿爷最是疼你 所以全当是为了你阿爷 也不要再去惹你二婶了 欲如擦掉眼泪 说道 娘 我记住了 但若是日后他敢再欺负你 我才不敢那么多 这次 老二一家又是满载而归 四爷见孙女气鼓鼓的 便说领他去后山斋也没 到底是小孩子 一听说也没熟了 便又蹦蹦跳跳地跟着爷爷出门了 玉兔山下有一片荆棘丛 东侧一面就有一小片也没 没到这个时候 爷爷就会带玉如来摘 玉如舍不得吃 总会带回去给他娘和奶奶吃 祖孙二人摘完往回走的时候 玉如突然指着前面的路上喊 阿爷 快看 好多野兔子啊 咦 他们怎么还排着队呢 四爷自知也看到了 立刻须一声 是一孙女闭嘴 然后小声说 那是兔子在娶亲 等他们过去咱们再过 若是冲乱了队伍 他们会报复的 后来 四爷下山的时候 跟玉如说起了玉兔山的传说 他说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的守护神 玉兔山的守护神就是那些灰兔 他们守护着这片山 平日里离群所居 老百姓几乎是见不到他们的 今日见到的就是灰兔取亲 他们排成整齐的一排过路 老辈子人说 遇到灰兔取亲 千万要让路 否则必有报应 可是以前有个猎户不信邪 不仅不让路 还猎杀了几只 结果当天夜里就暴毙而亡 后来 玉如长到了十六岁 也乃相继过失 四爷立下遗嘱 城内的那套宅子就给老二了 家里的银钱也给老二 乡下的宅子和田地暂时给老大 若是日后老二在城里过不下去 回到乡下 那田地和宅子便一家一半 即便如此分 二媳妇王氏依旧不满意 他指着老二骂 你就是没用 你就不会说咱们家生的是儿子 那田地自然是要给你的 平白让那女人占了便宜 老二无奈道 别说话向来说一不二 而且给咱的银子不少了 再说把田地给咱了 咱能回去种地 是你会还是我会 王氏立马窜起来 劈头盖脸就开始了 爹向来偏心那个女人 如今你没出息 还要让我们娘俩跟着你和西北风 有本事也像老大似的 多弄些银子回来啊 没本事 就想办法把那房子和地都给我要回来 老二自是没那个心眼儿 可是王氏眼珠子一转 记上心来 只要老大把那婆子修了 凭老大那性子 将来赚的钱还不都是侄子有望的 于是老大再次从城内回家的时候 就有个婶子神神秘秘地把她拉到一边 她听后直说不可能 三娘不是那种人 可是婶子却说 你忘了她曾经是什么出身了 如今你一个月才回来一次 难免她寂寞难耐 何况还是我亲眼所见 那男人比你魁梧多了 老大坚信三娘不会背叛她 可是当她沉着脸进门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男人慌慌张张 从后墙那跳出去变眉影了 而她推门而入 就发现三娘正在床上穿衣服 她立刻气血上涌 上前抓起三娘的手臂 质问道 刚才出去的男人是谁 见她不打 老大更是气恼 怎么 你怕我回来 我要是不回来 也不知道你竟干了这么无耻的事 那男人到底是谁 老大见她嘴硬 便将那个婶子说的是 还有刚才自己亲眼所见的事说出来 三娘直呼冤枉 她刚才从地里回来 浑身的汗 才进来换衣服的 根本没见过什么男人 三娘感觉丈夫不相信自己 委屈地哭起来 开始诉苦 说着这些年如何忍受 村里人的闲言碎语 如何孝顺公婆 仍让老二一家的 她伸着满是老茧的双手 质问丈夫 自己辛辛苦苦从无怨言 以为她是明白自己的 而且当初自己的经历 她又不是不知道 是她亲口说不介意她的过往 如今竟然也开始不信任她 老大有些自责 一把抱过三娘 不住地道歉 也许是自己想多了 三娘不是那种人 可是想到刚才那跳墙 而去的男人 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娘渐渐冷静下来 突然说 最近几日 她总感觉院子外有人 但是每当她出去又不见踪影 会不会是见你不在家 想要来偷盗的 老大一听 这个那婶子说的就对上了 她说亲眼看到有男人 从家里慌慌张张出来 大概就是来偷东西的 她如是重负 但是也决定暂时不进城了 刘三娘和玉如在家 她不放心 王氏等了几日 终于坐不住了 让老二回村打听一下 这才知道老大认定了是小偷 而王氏顾的那个男人 见老大日日在家 还总是拿着斧头 在前后院转悠 他也不敢靠近了 王氏气得砸了手里的茶杯 这是儿子有望刚好进来 一听便笑道 娘 这点儿是交给我 保准让你满意 王氏一听 顿时笑了 他这个儿子 完全继承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之前美到秋收之后去尽孝 还是他想的主意呢 这日 玉如在家洗衣服 突然听到有人叩门 开门一看 竟然是多日不见的堂弟有望 他立刻拉下脸 转过身去继续洗衣服 我的好姐姐 你就别气了 我知道你孝顺 爷爷自小不喜欢我 我就不来讨他老人家闲了 我来时听说后山的野梅熟了 一起去斋吧 玉如一听到野梅 就想起曾经阿爷带他去斋野梅的日子 便擦了手 跟着有望一起朝后山走去 有望今日倒是像个画牢 以前对玉如也是不待见的 玉如也不搭理他 自顾自往前走 突然 有两个蒙面的大汉 从荆棘丛里窜出来 手里拿着大刀指着姐弟二人 大喝 交出身上的银钱 饶你们不死 玉如从来没听过这地方还有土匪 哪里见过这阵仗啊 这时 平日里胆小怕事 还不待见他的有望 却突然像个爷们似的挡在了他的身前 大胆贼人 光天化日的拦路抢劫 不怕我报官吗 有望义正言辞 哈哈哈哈 你小子倒是有种 还知道护着你的妹妹 这小娘子倒是有几分姿色 不如就跟我回去当鸭寨夫人吧 那个高个子变怪笑着 向玉如伸出手来 有望狠狠拍掉那只手 不过下一秒 就被另一个汉子一脚踹倒在地 一时竟然没挣扎起来 眼看着那大个子将玉如绑起来 躺着消失在密林深处 快日落了 老大和三娘从地里回来 没见吹烟 叫了玉如没人应 看到院子中洗了一半的衣服 他们开始急了 刚要出门找 就见有望一瘸一拐 捂着肚子回来了 大伯 玉如被土匪绑走了 都怪我没用 说着竟然昏了过去 村里好些人都来了 老二两口子也回来了 有人说几十年了 也没听说这地方有土匪啊 王氏突然插话说 前些日子倒是在城内听说 南边来了一伙流匪 那伙人烧杀抢掠 官府都拿他们没办法 到处也不见踪影 也许是我们到了这 众人一听 这还了得 纷纷回家去 该藏的藏 该躲的躲 有望却说 大伯娘 不能报官啊 他们打伤我 说让准备银子 若是报官就会撕票 是啊 若是报官 动静大了 那群匪徒气脑下在杀了 或者玷污了玉汝 可如何是好 王氏帮枪道 就在这时 突然一支剑射了进来 直直扎在了柱子上 剑上有信 有望看了信 说道 匪徒要一百两银票 三日后在玉兔山后的荆棘丛 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虽然老大这些年攒了些银钱 但是手里哪有一百两啊 可是眼下就女儿要紧啊 大哥 虽然当初爹说了 若是我将来回来 这田地和房子都有我一半 但是如今就欲如要紧 不如就把田地和房子 抵押给老金吧 如今也就老金手里 能拿出一百两银票了 老金是放印子的 心黑得很 怕是将来田地和房子 都拿不回来了 可是女儿的命要紧 便让老二去找老金 老金拿着早就准备好的 借据上门 在老大要签字按手印的时候 院子的门突然被推开 一对官差就冲了进来 领头地冲着院内的人问 李和 李有望是哪个 此时 老二被官差的样子吓到了 只往王氏身后躲 王氏暗骂他没出息 便一副泼腹样 插着腰上前喝道 你找我男人干什么 领头地看他一眼 哼了一声道 你就是王氏 好 一并带走 官差上前将要逃走的 有汪一把按住 他大呼 你们凭什么抓我 此时老大才反应过来 上前对那领头的失礼 问道 官差大哥 能不能告诉我 我这兄弟一家事犯了何事 就在众人都不敢置信的时候 门口传来一声李有望 你这畜生 老大和三娘连忙跑过来 上下打量着女儿 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玉如说 当日他被那两个匪徒绑走 便觉得不对 那大哥子怎么知道 二人是兄妹关系 而且已有望平日的性子 还有对自己的态度来说 若是遇到杀人越祸的匪徒 势必第一个逃命而去 怎么可能还一改常态 忽在自己前面 若说他顾念骨肉亲情 他是万万不信的 那么唯一的可能 就是他们是一伙的 目的就是求财 玉如不想爹娘为了熟自己 而倾家荡产 所以必须想办法自救 就在三人快出荆棘丛的时候 玉如突然看到 前方道路那一排野兔 他知道机会来了 他借口肚子痛要解大手 大哥子本不愿给他松绑 可是玉如可怜兮兮说 你们不过是求财 我一个弱女子也跑不了 若是拉在裤子里 你们不恶心吗 最终 大哥子给他松绑 看着他进了路对面的那棵大树后 因为周围再无遮挡 所以并不担心他会逃走 就算突然逃走 他们兄弟二人 也能立马将他带回来 玉如躲在树后 看到那一对灰兔 马上到了眼前的路上 他突然站起来就跑 边跑边叫 蛇啊 救命啊 撸对面的俩人 骂骂咧咧就冲过来追 不成想二人竟然都 踢到了一只灰兔子身上 玉如并未跑远 二人追上来一把按住他 大哥子说 想跑 不想活了你 玉如一脸无辜地说 大哥 我没想跑啊 我是看到有一条手臂粗的蛇 瞎到了 二人不想与他争辩 看他那样子也不想说谎 便继续赶路 玉如回头看到被冲散的灰兔队伍 还有那两只被踢伤的兔子 想着 阿爷当初说的是 千万别是斗自己玩的 正想着 眼看着三人就要出了荆棘丛 突然 临终竟然起了大雾 瞬间就伸手不见五指 玉如突然听到小个子男人 熬一声惨叫 接着大个子的也发出一声惨叫 就没了动静 玉如不敢动 直至大雾散去 他才发现那二人躺在地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死了 身边两大滩血迹特别刺眼 他突然听到荆棘丛那边的动静 逛过去 就见有几只灰兔匆匆离去 很快就消失在荆棘丛中 后来 他便去报官 官差正愁找不到这俩土匪呢 跟着他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二人 稍加审讯 那二人便全交代了 一切都是二叔一家搞的鬼 勾结匪徒是大罪 有望这辈子都甭想出来了 二叔二婶被打了板子 再也没脸回来了 这一家人终于过上安生日子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